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人不利己这个事情要做 不利于别人直利自欺这个事情不应该做 我们念念要利益大众 善我的标凡是自私自利通通收 凡是利益别人都叫做善 所以修学大臣的人 齐心动念 都要想到我怎样去帮助别人 我怎样去成就别人 这是大臣菩萨处众的心态 所以佛教给我们要修戒定慧 戒定慧是纯善无 戒是样样如法 定是不动心 慧是明了 明了什么 因果报应明了 是非善无明了 争望邪阵明了 这是智慧 对众生真正有利益 佛教界的就能 要不要做 要做 甚至对自己有伤害 有过去 但是对众生有利益 我们要以实其为 建议宁为 对自己有好处 对众生有好处 都要做 戒律终极目标 是断除物理 把所有一切不善的行为 不好的行为 统统断掉 祝佛菩萨 是一切众生 最好的母犯 我们学佛 为佛弟子 就要为 这个社会大众 做好样子 我们的举止 能不能做 大家的样子 我们的言行 能不能做 大家的样子 我们齐心动念 能不能做 社会大众的榜样 那么坏就说是 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切的言行举止 样样都要想到 利益众生 利益有分三代 眼前有利益 将来有害处 这个不能做 佛所讲 什么叫真实利益 现在有好处 将来也有好处 这个事就真真实善 或者是现前 没有什么利益 将来有大利益 这个也是善 所以 佛菩萨的眼光 看得很远 看得久远 绝对不看在 业实 利益众生供养 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 拼命去做 不疲不厌 什么对众生有利益 认真地 学习精巧 一教修行 勇猛兢兢 日夜不懈怠 以这个功德 回向给苦难众生 这个里头 自利利他 全有利 统统去做 寄自利 把自利的功德 回向给苦难众生 这个好啊 不是自己修行 都为自己 我自己修行 为别人 为众生 摄受众生供养 那就更进一步了 所以说 教导众生哪 这是什么 这跟你有源的 利益众生是大众 很多不认识的 他又在那 他早未 我修行 回向给他 供养给他 我知道他早已会受报 希望他受报轻一点 希望他那个痛苦渐轻 时间缩短 他并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们知道 他不会看看 我们也不希望他看看 我们应该要这么做法 那么有源的众生 不一样了 有源众生 要帮助他 要教他 而众生最大利益 最殊胜 无比的利益 无过于劝众生 修学念佛 广生进土的法门 换一句话说 地业功德 地业善行 就是要把这一步金 突变地流通 发扬广大 使一切众生 都有机会 能够天档 多有机会 依照这幅经典 修学 他这一生当中 就能够 聊生死 托三界 不仅得这个利益 一生当中 不退成福 这个利益 非常非常殊胜 这才是真实的利益动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